一位攝影記者在北京採訪時 就遭公安鎖上手扣和帶上警車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已經透過第一時間 透過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同事 就和國務院港澳辦方面去跟進 我也知道國務院港澳辦 即時就和有關的部門去了解 跟進和協調處理這件事件 我也有和國務院港澳辦的同事溝通 同時間我們駐京辦事處的入境組同事 也聯絡了這位攝影記者 看看情況 還有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我們會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 我的掌握就是目前這位攝影記者 就應該是去了驗傷的 還有應該都是離開了警車或者派出所的 我們都會繼續去跟進那個情況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再和有關多局那邊去密切聯絡和跟進 所以在這一方面可以和大家說 我們都是非常關注這方面的事件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關心 在較早前的時候也有記者在四川的時候 也都遇到那個遇襲 那個記者採訪的時候 那個人身安全的問題 那個情況就是大家都關注 我們特區政府也都很關注 所以我們是會和內地光獨 我們會和國務院港澳辦 再去跟進了解一下 看看怎樣能夠可以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那這些工夫我們是會繼續做的 那公安呢 即是令到那個記者的頭是流血了 你會不會譴責這種暴力行為呢 還有你說會關注 即是會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事情會怎樣做 可以講到交代嗎 那個關注其實我們做了很具體的事情 我們具體的事情包括就是 我們 我和透過駐京辦事處的同事 就即時和國務院港澳辦方面 就是取得聯繫 和表達這件事件的關注 和亦都知道他們已經採取了相應的跟進行動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駐京辦事處的同事 亦都是和那位攝影記者朋友聯絡 就是看一下有些甚麼 其他一切可行的協助我們可以提供 那第三就是有關香港記者 在內地採訪的時候那個人身安全的問題的關注 我們是會繼續和國務院港澳辦那裏去了解 看看怎樣能夠可以避免同類的事情發生 至於你說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見那個情況 但首先第一我們都是要去確定和了解究竟 具體的事情是怎樣發生 和前因後果是怎樣 所以對於這個事實的了解和詳情 這個都需要透過當地有關的當局 來去跟進和調查 所以這件事件本身也不是在香港境內發生 在香港境內在北京發生 所以最適當的做法就是透過內地有關的當局 按照他們當地的法律和他們的機制去跟進和處理 所以在現時這個階段我覺得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去跟進和保障記者的人身安全 和了解這個事情 和讓內地當局按當地的法律和機制去妥善處理這個事情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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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們非常擔心 關照的安全保護 香港的住宅 香港人們 在香港的住宅 包括我們的報告 在香港的工作 在香港的內地 我們有的受訪 跟香港和 Macau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我們知道他們已經有所行為 理解和解決問題 我認為發展的發展 我們的部署局局長 有關報告的報告 他們提供所有的助理 需要的助理 我們繼續跟香港和 Macau的公司 state council and see what further measures we could tak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cidents so at this stage better for us to understand what has happened and le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he mainland to follow up th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ed mechanisms in the mainland 你覺得當時人們的行為不是一種暴力 算是暴力的行為 另外就是關注之外 你會去檢視這件事嗎 我想那個我剛才都回答了 我們是很關注這件事 我們也都了解到 就是當時那個情況 也都有北京的公安人員去採取了一些行動 我們那個適當的做法 就是我們見到就是透過國務院港澳辦 和有關部門的了解和協調跟進 那個視頻記者就應該已經是離開了拍出所 也都是去了醫院那裏去驗傷 我們也都會和國務院港澳辦跟進 就是那個事情 按照當地的法例和機制去處理 我亦都會繼續和國務院港澳辦那裏來跟進 就是看看就是怎樣能夠可以日後 盡量能夠可以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 還有就是保障香港記者 在內地就是那個採訪那方面的人身安全 好嗎 我想剛才你見到那個採取的執法行動 到最後的時候究竟是個情況是否恰當的話 我覺得在現階段我就不會落一個判斷 但是我就見到就是這樣看的時候 就是那個攝影記者的朋友 就是被按了在地上 所以我們都是第一時間要去了解 還有就是保障我們香港記者的人身安全 好嗎 謝謝